疫情重创经济不少领域哀鸿遍野 但是首要媒体成功连续三个季度获利 今年第一季净赚420万令吉 这也是首要媒体自2016年以来第一次在首季取得开门红 首要媒体在去年第一季亏损3000万令吉 但今年首三个月的总收入上升7% 达到2亿5450万令吉 税后净收入是一共420万令吉 这主要归功于广播、贸易以及数码媒体业务取得增长 首要媒体集团主席拿督赛胡仙赛在文告中就表示 疫情对经济和相关领域打击甚大 但是首要媒体这几个季度的强劲财务表现 标志着集团正在复苏之路